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对我还是 你 我与你相识一场 并不希望你有性命之忧 可是 我也不想听到你这般言语 你真以为 你真以为我是那种轻薄之人吗 你走吧 你听我说啊 是要多开除通风 你干什么 但是夜里风这么凉 还是关了吧 我让你走你听不懂吗 你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走 我 我让你走 你别激动 我这就走 我愿意走 不是因为我自认风流 我是怕你伤着自己 但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发自肺腑 绝无半年轻薄之意 等等 你究竟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范贤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竟如此羞辱我 我真的是范贤 你明知道我与他有婚约 故意说他的名字来戏弄我 这个没有关系 我我是叫范贤 范贤就是我 我我交了好多年范贤了 我真的是范贤 他那促笔不堪之人我早已见过 还是诗会上你指与我看的 诗会那天事出有因 回头跟你慢慢解释吧 范贤怎么就促笔了 当界行凶 口出狂言出言不讯早就传遍了 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得当面看 你不能听传闻啊 那在马车中与歌姬同行呢 我没干过这种事 那说明你就不是范贤 听错了传闻 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想起来了 那天马车上是范思辰 我没在车上 你误会了 巧言善变 我告诉你 你 你再不自重的话 我对我自己真下着去手 若若白天与我同行 我若不是范贤的话 若若怎么会带一个陌生男子 来见未来嫂嫂呢 你久居京都 当之若若为人 他不会这么无礼的 你 我怎么说你才信我呀 他不会做人 他不会这么无礼的 他不会破坏 人家 人家 你把那首漆言写给我看 叶小姐为何站在此处 我 赏叶瑟 我刚刚明明听见楼上有动静 我刚刚在楼上练舞 闹出点声响 郡主病体虚弱 叶小姐怎会在她面前练舞 我去看看郡主 婉儿已经睡下了 即便是睡了 我也有责问安 叶小姐应何拦我 不能进 果然是你 这诗知道的人不少 为何因此团定是我 知道这首诗的人是不少 但字写得这么丑的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李鸿腾给我挡 相信我了吧 怎么回事 没必要进去看 看玩儿 让开 让开 真不用看了 我都说了 她真睡了 我都说了 你 在这儿 我都说了